战国是一个大裂变的时代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这使无起这样平民出身的人也登上了历史的武汉 在史书的记载中 武汉是一个欢得下腰吃得了苦的人 他爱宁如此和部下勇敢共苦 但同时他又能做出杀妻求将 母丧不归这样让人不齿的事情 这一系列看着去相互矛盾的行为 为什么能够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我们从中能够读出怎样的真实呢 北京师范大学林山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众公民的吴启 那么吴启是美国人呢 实际说他是魏国人好用兵 也就是说天生的就是喜欢军事 然后呢是鲁军 孔子说过鲁魏之政兄弟也 鲁国跟魏国的这两个国家是兄弟国家 政治状况很像 当然吴启这个时代孔子已经死了 谁呢 鲁国的大贤是曾子 所以 吴启呢就来到了鲁国 来到鲁国以后在鲁国干事情 在鲁国跟曾子学习 这个人我们说他好用兵 这个不是跟儒家学的 是自学的 自己上夜校修的 有一次这个魏国君主问孔子关于战争的事情 孔子说啊 祖斗之事我学过 军事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 走了 可是他的学生里面 像燃油就会打仗 这都属于自学成才 那么这个曾子这个人在孔门当中 严守儒家修身立场 就是对自己特别严谨的修身 曾子为子 应该说为罪 所以说 可是他教一个学生会打仗 结果 齐国人打鲁国 这个时候鲁国人就想用这个 就想用这个善用兵的武器 但是发现有个问题 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吴齐的夫人是齐国人 结果所以鲁国人就犹豫 注意啊 这是史书上写的 吴齐本来想当鲁国的将军 跟齐国打仗 结果发现怎么老是任命不下来呢 后来知道 他妻子是齐国人 所以鲁国犹豫 所以史书记才说 吴齐就把齐子杀了 这就是吴齐杀齐 那么这种事情 当然杀了齐以后 鲁国一看 铁杆的向着我们鲁国 老婆都不要了 所以就任命他做什么 做这个鲁国的将军 这件事情啊 后来的学者有很多人不相信 当然这个事情 在古代的男人这种世界当中 为了自己的功名 杀老婆这个事情 不是做不出来 我们说到这以后 我们说史记的记载 有很多是传说 但是这个传说里边 它包括了一种真实的内涵 是什么 就是吴齐这个人 为了功名 可以把半脚一脚踢开 这应该是他为人的一个方式 这也就是战国时期 出现的有这么一批人 这个史书记载 历史人物啊 都有时代性 你像秦汉之记 就是出三头六臂的项羽 三国时期 就出这个传说中的张飞这种人 实际上张飞是项羽的一种再生形式 春秋时期出一些人 像出管仲啊 出少乎啊 出崇尔这种人 他带着强烈的春秋色彩 那么战国时期 出了好多带有时代色彩的人 其中有一个类型的人就是吴齐 商鞅也带有这个特点 但是他们两个之间有不同 就是强烈的公民心 所以说我们说吴齐到底杀未杀妻 你可以表示怀疑 但是我们找不到应证 我们要捉到他那个实质性的内核 就是上公民 因此他就在鲁国 就当了将军 准备要建功立业 可就是问题就发生了 出现了什么问题 他因为他杀了妻 因为他的公民心太重 于是社会就要对他进行反弹 司马迁接着就记载 记载什么 说有人就说坏话给鲁军 说这个人是一个破落户 说他过期家里边有很多金银财宝 结果他就去游说诸侯追求公民 可是最后把钱都花光了 也没追到公民 于是大家就笑他 就说他 就诽谤他 所以吴奇 这史书上讲 说吴奇一生气 就杀 诽谤自己的 杀了三十余个人 这个 我想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一种传说了 诽谤自己杀人 杀三十几个人 这个就有点邪乎 司马迁也说这是有人在说吴奇的坏话 这个说坏话还包括另外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吴奇杀了人以后就走了 就是我要不唠到公民 我绝不会为国 说跟他妈妈告别的时候 还咬尖咬这个胳膊 咔嚓一咬 咬出血印子来说 我要没有公民 我不回了 于是就说 这就来到我们鲁国 找曾子学习 可后来他妈死了呢 按照儒家的孝道原则 爹妈死了是天塌地陷一样的事情 要奔丧 你做再大的官 你有再多的事业 你也应该回家给父母奔丧 这就是丁优 后来的官场叫丁优 结果吴奇不回去 说吴奇不回去 曾子就断绝了师生关系 这种东西也带有强烈的传说色彩 但是他的另外一层真实 就是写这种公民之人的这种 他的处境 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种什么 永恒的局面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公民心特别重的人 结果大家都防着他 大家都拆他的镜 实际上吴奇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情形 那么 所以吴奇在鲁国 这样的话 他老师都跟他断绝关系 他就带不下去了 带不下去怎么办 这个时候 正是魏文侯 姓霸业 魏文侯 掩揽人才 吴奇就来到了魏国 吴奇来到魏国的时候 正是魏文侯历经图治 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吴奇在鲁国的所作所为 也传到了魏文侯的耳朵里 吴奇帮助鲁国打败其国 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态度 但他也有杀其求将 抹丧不归的恶名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人 魏文侯 魏文侯就问李亏 史书上记载是李克 实际上就是李亏 有这么一种看法 就说 吴奇是个什么人 李亏说 吴奇这个人 贪而好色 这是一个特点 可是呢 如果你要用他 他打仗 就是过去的著名的军事家 司马扬居 也比不过他 这里边 李亏 李克 李亏也好 李克 就谈到了 齐国过去有个军事家 叫司马扬居 这个人史记有记载 他可能比孙子还要早一些 他留下了一本书 一个小薄薄的一本书 叫司马法 但是这个人物到底 这个司马法是不是他写的学书就有不同说法 我们就不去管他 于是李亏就说 吴奇这个人 贪而好色 但是你要想用人 打起仗来 我们今天的话说 孙无子也不过如此 这就是魏文侯用人 用其所长 所以就接纳了吴奇 这就说到了 刚才说到了 使双甲 怎么是贪而好色 他好色吗 不好色 杀自己老婆 成就功名 这种人 色这个问题 对他来说 是相对次要的 贪 注意说他贪 贪不贪 他这个贪 不是指他贪财 是指他贪心于功名 好色是个陪衬语 我们中国人说话经常是连着说 突出有一个词 实际上突出他的贪心 就说这个人贪功 可是真有本事 所以吴奇的 吴奇应该说壮年时候 是在魏国 就是三进魏国度过的 魏文侯打仗 魏文侯魏武侯 一直到梁慧王前期 这几十年维持一个霸业 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魏国的兵制比较好 兵制好表现在什么 表现在当兵打仗 要选一选 这个我们说古代也好 现代也好 未来也好 一个国家要强盛 必须有健全的 健康的武装精神 什么意思 就是你那个兵 你不能像过去 过去前卿的话 过去有一句话 好人不当兵 好铁不碾钉 如果当兵的全是这么一帮子 抽大烟的 落魄户 这种兵 这个国家绝对是一个弱国 所以国家的军事精神 就表现在战事这个层面上的上进 自我荣耀 人人自爱 所以打几仗来讲究荣誉 魏文侯 他的军制的建设 是吴启邦的建设 所以其中有一点就是战事要经过严格的选拔 要看看你的家庭 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 所以在魏国当兵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魏文侯的这个军制 他选择了很多优秀子弟进入军队以后 然后就免出你家的赋税 优待 所以大家觉得荣耀 这个应该是吴启给建议的 所以吴启这个兵法里面 我们今天看吴启兵法跟孙子兵法不一样 孙子完全是一个军事哲学家 或者是哲学的军事家 吴启他的兵法里面充满了儒家的东西 怎么爱护兵 怎么给军队打气 怎么就是照顾军队的精神 这方面说的比较多 那么吴启打仗 这个史书上也讲 说启之为将 以氏族最下者同衣食 吴启打仗的时候 跟谁同衣食 跟部队里的最低级的 最低级就是战士 跟他们衣服是一样的 吃的是一样的 身先氏族 另外 卧不设席 行不齐称 轻果凝粮 与氏族分劳图 什么意思 睡觉的时候不多不习走 走路的时候不是自己起来马上摇摇摆摆 像一个大官 另外自己背粮食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吴启的另外一个特点 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特点 就是上功名的人有好多类型 他这个上功名是什么 是没头苦干的家伙 能干 食的苦 弯的下腰 下的 就是泥的水的汤的 这点上我们看 这是一个能成 有一番成就的一个人 他的特点 商鞅那种特点 跟侍族在一起 穿着个老羊皮袄 背着背粮食 一般人做不出来 这个地方有无企的个性 功名心人人都有 成就功名 靠苦干 这是吴启的特点 他的可爱的地方 尽管我们看史书给他造了很多那种很恶心的事情 可是你仔细看 这个人有他的长处 他不可恶 他可悲 有的时候 然后就说 说有病居者岂为损据 说有的战士 打仗 新军打仗 旧伤复发 或者说因为长年在外 长了疮 流浓了 说吴启针 做手术 搞人工呼吸 那是对着嘴 他对那个伤口 搞人工呼吸 把人工吸出来 这个 这跟他前面说的这个是一样的 这精神是一以贯之的 吴启这个人 说他给什么 给这些有病的人吸窗 吸农 结果这个吸出个事情来 说这个战士 他老妈一听 说自己的儿子 吴启 给吸过窗 别人都觉得 说你看吴启将军 对你儿子多好 将来你儿子 是不是也在生将军 老妈最有看法 老妈的立场是 我儿子不死 就是最大的幸福 什么当将军 当什么 那是后 那是次要的 结果这个老妈一听见就哭了 说坏了 他这一吸 我那儿子打仗的时候就卖死力气 不知道护着自己 非死了不行 而且他老妈还说 他爸爸就是这么死的 就是被人家将军爱护了几下 结果在战场上 就是拼了命的打仗死了 所以这个 这就是我们说 在我们中国的史书在记载的时候 经常把一些人情世故的东西点缀期间 你说啥是好看 吴启那坐 老妈就心颤 这个就是那个时代战争年代 所以吴启的公民心 这是他公民心的一部分 所以他弯得下腰 下的泥水 让战士跟他同生共死 成就工业 这样一个特点 他成了多少人要白骨森森 一将功成万骨苦 所以说实际说 要把一个老妈的这种害怕拿出来 这都是史学家的人道精神的一个表现 魏文侯在的时候 以吴启善用兵连平 刚才说 李亏说他贪而好色 但是史记接着说 魏文侯对吴启的看法是什么 连结 凭正 这个还是放到他那种公民心去考虑 你们就可以理解了 尽能得世心 非常得人心 于是呢 又让他做西河太守 这样的话 像韩国呀 秦国 尤其是秦国 就在这样一个情形下 没有还手之力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坦栏 魏文侯看中了吴启的长处 所以他任用吴启 让吴启带兵打仗 吴启的军事才能有了施展的空间 他在魏国也就干得有声有色 当魏文侯去世 魏武侯继位以后 吴启作为前朝老臣 会得到魏武侯的赏识吗 吴启和魏武侯之间 吴启跟武侯的关系 就比较糟糕 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 魏武侯上了台以后 有一次坐到 在黄河里泛舟 也是一时兴起 哎呀 说你看我们这个 我们魏国 有黄河 有山 有山有水 这种天险 其耐 谁能耐我和 吴启就讲例子 说凡是靠着 显要的地形 沾沾自洗的 没有不灭亡的 于是就举了什么 举了历史上很多例子 弄得魏武侯 当然史上讲 好好表扬他 但是如果你老是这样 我提意见 我看已经瞎子摸刀 就快了 另外 就是什么 就是魏武侯时期 用宰相 没有用武器 这对一个公民心的人 有公民心的来说 这就是一门棍 吴启未必想当个帝王 但是 做一个人臣之首 这是工业的表现 但是没用它 用的是谁呢 史上记载这个人的名字 不一样 有的记载是 人家史记说是叫田文 但是在吕诗春秋的时候 这个田文叫商文 魏武侯用宰相 没有用什么 没有用这个吴启 用的是商文或者叫田文 这当然吴启要着急 史上没有记载 他怎么找魏武侯算长 他去找谁呢 找商文理论 结果史记里就记载这个事情 说 找到这个商文或者田文以后 吴启就说 我要跟你论鱼论功 你想当这个魏国的宰相 我不反对 但是我们俩比一比 于是吴启就说 他说 率领三军 使士族乐意献出生命 敌国不敢谋 他说 我率领军队 这些将士 在我的率领下 可以舍死忘生 把敌国弄得 不敢动心思 来欺负我们 那么我问 你跟我相比 你认为谁好 商文就说 我不如你 这是一条 接着 吴启又问 说 至百官 亲万民 使府复 子孰于其 至里百官 亲府万民 团结万民 让我们的国户充实 我跟你相比 我们俩个谁强 商文就说 我不如你 又是不如 接着 说守西河 而秦兵不敢东下 韩赵 兵从 子孰于其 就说 我们对秦国 我们跟他对峙 我们跟赵国 跟韩国 这些国家是并列关系 我们能够让魏国 始终在这些国家面前 保持一个强势 让他们兵从 服服帖帖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 你跟我相比 你是不是 我们两个谁更强 商文说 我也不如你 那这个吴奇说 三个条件 你都不如我 那你凭什么 做这个 我们魏国的宰相 商文说 的确 这三方面 我都不如你 但是 我有一个问题 我请 你也想想 我们两个谁比谁强 什么呢 他说 主少国仪 大臣魏府 百姓不信 方式之实 主之于子乎 主之于我乎 说现在的国家 君主年轻 国家有疑问 对未来有疑问 百官们之间互相猜忌 老百姓 心里骚动 说在这样一个情形下 我请你想一想 用宰相 是用你这样的人 还是用我这样的人 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想这个问题 麻烦 因为商文这个人 在这闪了一下 就没了 他后来的相业如何 似乎是平平 不然的话 史记会记载他的 那么这句话 实际上我们看 史记记载他的要领 是什么 就是你这样一个 公民心很重的人 在这样国家 处在危难的时候 你缺乏点大机关 你不是一个宰相之才 你自己的公民心很重 你的工业也很强 你很强势 你这样的领导人 容易让大家四散 反而让我们这种 平平庸庸 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维持一个平局 可能更好 这个 这倒是颇有点 这个政治辩证法的意味 所以据说吴启 听了这话以后 当时说对了 在这个时候 用宰相就应该用你 而不用我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说吴启当然这么承认 那心里边 心里边就凉透了 那就不用吃了多少金兵 凉 所以吴启 这就给吴启 到楚国去再寻找机会 也就提供了什么 阴有了 心凉了 但是 史记记载 说吴启走 去楚国 还不是说他主动要走 是有人害他 一个叫王错的 害他 当时老一辈君主死了 西一辈君主 宰相上了台 说这个时候 谁做宰相呢 你看 这个记载都是不同的 说公书为下 那么这公书跟商文什么关系 又不得而知 当然古代宰相有的时候也换了秦 坐几天 屁股还没坐稳的 就换掉 这个事情常有 所以据说公书做宰相的时候 就对吴启 心里边就各应 因为他功劳大 他功宁尽重 于是王错就给他出主意 说现在 这个倒是说得很清楚 所以他武侯刚上台 你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两面 两面 这个耍手段 把武器逼走 公书就听这个计策 王错给他出的主意是什么 先到魏武侯这说 说咱们 终究留 我们国小 我们终究还是留不住这个武器 他早晚得走 我们培养他 已经没劲了 说秦国 像什么秦国や楚国 都会招他 他可能要走 这新王上了台以后 他敏感 老王在的时候 你待得很好 你有点瞧不起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你想走 所以魏武侯容易听得进去 因为他这个事情 他的敏感 那么这是跟魏武侯说 那么对这个武器 武器没有走的心思 怎么办 激他让他走 怎么办 说挑一个魏国公式的公主 嫁给武器 武器不是在鲁国杀妻吗 他是不是没结婚 或者说再结一次 给他找个公主 然后我们在公主下些功夫 让公主瞧不起这个丈夫 结了婚以后 给他耍姑奶奶脾气 这样的话 让给武器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呢 就是说 魏国的公事 魏国的君主 对他有看法了 这样的话 他就该走了 好 这么两头挑 两头挑 所以武器就走了 还有不同的说法 说武器是被魏武侯从西河拘过来 拘到他 把他拘拿到 准备拘拿到魏国的首都去 说武器来到黄河旁边的暗门这个地方 说山然泪下 结果就说 说我此一去 我再也回不来了 而且这大片的土地 随着我的走 我的离开将会被秦国人夺走 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地方 同情了武器 总之你看我们说来说去 就说史书对他的记载始终是飘飘忽忽 飘飘忽忽的 各种材料有分歧 但是一个公民心很强的人 又是一个踏踏实实弯得像腰的一个人 这个特点还是很分明的 所以有的时候传说 传说的真实性就在于这种 你得会找到哪层的真实性 好了 武器在魏国 也看起来应该说干得很好 但是始终没满意 凭职称没凭满意 宰相没给做 所以这就不干了 那么 走到了 楚国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楚国是一个大国 但离春秋时期 楚庄王称霸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进入战国时期的楚国 虽然还在东征西头 但国力已经明显衰落 内政也比较混乱 武器在这个时候来到楚国 他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吗 他最终的命运又会死 公元前402年的时候 当时那个楚王叫生王 就被盗杀 我们的史官说盗杀 盗杀有的时候不一定 不一定是被盗贼杀死的 不定是内部发生关系了以后 有这么一伙子人 悄悄把君主杀死了以后 史官记载的时候只能说盗杀 他不能指名谁 所以把生王死了 所以很乱 另外楚国这么多年 在整个的魏国争霸的时候 齐国兴起的时候 他现在已经感觉到很危险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 盗杀生王 接着出了一个新王即位 这个人就是盗王 楚盗王 盗念的盗 看见了这个人死 也是死的不正常 让人悲伤 所以盗 楚盗王他上了台以后 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形 北方有强大的魏国 还有齐国 还有秦国 这样的一些国家 那么他就要变法 就请来吴奇 吴奇 来到楚国以后 盗王上了台以后 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人 他在魏国的业绩 标饼 标饼得很 所以就任用他 开始改革 吴奇的改革 历史上记载 也没有成本大套的记载 不但各种材料 我们来看看各种材料 是怎么说的 在这个吕氏春秋 记载说吴奇 来到楚国以后 对京王就说 他说 我们楚国 最富裕的是什么 是土地 这就是楚国的特点 那么 我们差的 我们缺的是什么 我们缺的是民众 人口 那怎么办 说京王 所以不足亦有所余 臣不得而为业 这个话说的比较绕口 什么意思 说现在我们楚王 这么大天 当我们缺老百姓 所以强不起来 就是因为我们什么 我们这些贵人太多 各种各样的贵人 亲戚 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让贵人们 远出去 楚国那么大地方 你们得去经营 把这些楚国人 把这些亲贵人们 远处派 让他们去开篇拓统 所以 吴奇干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 在楚国的这种 贵族这种 亲戚关系之中 钉个鞋子 把他们离开 这个 楚国人在用人上 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用儿子 叫用公子 什么用公子 就是楚国人用人 从春秋以来 就有个特点 王积了位以后 用儿子做令营 用公子 这最亲的人 可问题是 儿子亲 侄子就疏远 唐侄子更疏远 所以他会甩下 很大批的人 甩下大量的这些贵族 那么 吴奇 实际上来的时候 就是这种情形 到处是亲的 旧的 当然有矛盾 所以吴奇的办法 就是说 咱们把那些 把那些远点的贵族 这也是趁势 借力 往远处发 所以这个 得罪了什么 得罪了那些个 有什么爵爷 什么什么 被子 反正就是得罪了这些人 就是有身份的贵族 接着 史上记载又经载 另外的事情 说 吴奇 教楚道王 教楚道王是什么 他说 我们国家的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是 大臣太重 封军太重 这样的话 这些 这八个字 大臣权力太大 封出去的诸侯太多 所以导致了这一批贵族势力 胁迫君主 下边欺负百姓 怎么办 消灭他们 抑制他们 所以你看 吴奇实际上 他改革 先从哪动的手 先从这种贵族之间动的手 就是学者郭沫若 在青铜七时代里面 对吴奇的变法 有这么几项总结 他说 一批贵族的势力 充裕人生 截至 偏执的浪费 加强国防 秉除纵横的说价 统一舆论 严厉法律的执行 集权中央 这就我们再说一遍 首先第一条 一批贵族 然后让民众有可日子过 这个好 另外 节约浪费 加强国防 把钱里 把权花到刀刃上 有钢石的刃上 另外 让这些纵层家 到处说一些歪理歇说的人 闭嘴 这个学术 这个是不是真实的 学术有不同看法 最后就是 严格执行法律 加强中央集权 所以吴起的变法 就两句话 一 一支贵族 中央集权 为什么 要兼并 要战争 国家必须要有这样 两样的东西 不然的话 一事 一事无成 万事免贪 可是 财之贵族 贪贺人物 老贵族 基本上老贵族 攀奔错解 所以吴起从这下的手 这个反弹 没有多久就开始了 楚道王 楚道王 死得早点 大概是 起码是死得早 是不是人家给他 给他粥里边下的药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是不是有刺客来斩了他 也不得而知 反正就死太早 所以有道字 很有可能 就是在吴起变法 十年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时候 楚国已经开始收复 收复了很多地方 功劳已经显示出来了 变法的功效 已经显示出来的时候 楚道王死了 死了以后要治丧 结果这帮 被财政的老贵族 来了 这是在 这是在治丧的场合 他穿着校服的时候 大家见了吴起了 应该是一个突发事件 这些贵族就说 谁把我们搞得这么狼狈 就那个小子 就上了 就收拾他 吴起史上记载他 很机智 说这些贵族们 大家呼喝着 就开始用剑射吴起 结果吴起一看大家射他 怎么办 就趴到了君主的尸体上 趴到君主尸体上 注意 那也是乱剑穿身 就在身上就长满了 跟侧位似的 就长满了剑头 吴起在将死为死的时候 注意有个细节 吴起春秋说吴起这个人 有个细节是什么 拔出一只剑了以后 插到什么 楚道王那个身体上 还讲了一句什么话 他说群臣乱亡 说这是群臣之乱 为什么 剑不是打到我昏身刺猬 是有的扎到了君主身上 按照楚国的法律 像这种公尸这种东西打到君主身上 这是犯上作乱 所以吴起最后是死了 死了以后把他肢结了 但是新的肃王上了台 新的王上了台以后 太子上了台以后 要治乱党 所以因此就是七十多家贵族被收拾了 注意 这一次 吴起的变法 尽管他在从人身上开始折腾 没有起太大的效果 贵族还是那么汹涌澎湃 但是他死 扎了这一剑 实际上最大的效果在这 七十亿家 不是个小数字 所以要中央集权 这帮人首先是绊脚尸 所以说尽管吴起的失败 不像商鞅那么彻底 但是他给后来的 楚国在宣王 威王时期的强盛 实际上是打了个基础 三十亿家 三十亿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化 促使秦国强盛 最终统一了六国 可以说商鞅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 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那么商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又是在